现在呢我们已经把这一圈都给它勾好了 勾好之后我们到这个倒数第五针第六针的地方 这个呢就很明显 我们数一下 一二三四五六 现在是倒数第六针的位置 然后我们绕线 在下一针里穿针进去 然后绕线 绕线 然后勾线出来 退掉前两个线圈 然后绕线 在下一针里穿针进去 勾线出来 然后绕线 再退掉前两个线圈 现在勾针上有三个线圈 然后呢 我们绕线一次性带过这三个线圈 我们这里一针又勾好了 勾好之后 我们在后面勾四个不加不减的长针 就是两边是对应的 加针 加针 减针 两边是对应的 勾四个不加不减的长针 绕线 好 勾好之后呢 现在我们这一圈都完成了 我们取下这个记号扣 取下这个记号扣 然后我们在这个第一针长针 就算是不扣记号扣 大家看一下 这个是我们立的三根辫子针 三个辫子针 然后这个是第一个长针 我们就在第一个长针 上面的针目 上面的针目我们挑的是两个辫子 两根线 然后穿针 勾线出来 然后再勾出来 好 这里是一个引拔针 大家引拔针的地方一定要找好位置 不要勾错了 然后我们再立 三个辫子针 然后开始勾第二圈 第二圈呢 我们还是绕线 在同一个辫子针里 同一个位置啊 这个引拔针的位置 勾长针 勾长针 然后我们绕线 在下一个针目里面 我们要在这一圈的第二针 第三针 然后减一针 我们绕线 勾线出来 退掉前两个线圈 这是一个未完成的长针 然后我们绕线 在下一个针目里面 穿针 绕线 带出来 然后再绕线 好 勾 现在是 把这一针 长针的剪针 给它勾好了 勾好之后呢 我们绕线 开始往下勾 这一圈呢 我们第二圈 鞋头是要剪针的 等一下给大家讲一下 鞋头剪针的位置 我们中间这个地方 就是不加不减的 勾长针 一针 对应一针的勾 好 现在呢 我们拉大线圈 然后开始勾 找这个长针 剪针的位置 我们把这个小鞋子呢 给它这样放 找到鞋头 鞋底上 第三圈 这是一 二 三 第三圈 加针 这个是加针的位置 加针的位置 V字形 就是加针的位置 然后我们找到第一针 然后我们对应上来 这一个针目里面 这是加针的第一针 然后我们在这上面的 这个针目 给它扣上一个记号扣 待会我们剪针的时候 就从这里开始剪 我们扣一下记号扣 扣一下记号扣 从这里开始剪 然后 我们再找一下 找一下这边 另一边的位置 找一下另一边的位置 我们找到加针的最后一针 然后大家看一下 我们找到加针的最后一针 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是加针的最后一针 最后一针 我们过渡上来 好 到这里 到这里 在这个地方 给它扣上一个记号扣 加针的最后一针 位置是一个单独的长针 然后我们过渡上来 好 在这个地方扣上记号扣 这样下头的位置 我们就找好了 现在呢 我们看一下 我们已经勾到这个记号扣的位置了 就是给大家讲一下 这个记号扣 到这个记号扣 中间这个距离是 一共是21针 鞋头是21针 因为呢 我们一开始 鞋头这里加针 加到最后是21针 这个地方加到第三圈的时候 是21针 然后我们减针的时候 也从21针开始减 我们找 这个位置已经给大家找过了 就是现在 像现在我们把这个小鞋子放平 这里 放平这里 这个就是鞋头的区域 一共是21针 然后 我们现在 我们现在呢 取下记号扣 中间不加不减的长针 我们已经勾好了 我们现在取下记号扣 收紧这个线圈 收紧这个线圈 然后我们绕线 在这个针目里面 穿针 我们勾未完成的长针 然后绕线 在下一针里 再勾出来 一个未完成的长针 好 三针合并一针 我们这样 勾好了一个减针 然后下一针 我们勾一个正常的长针 注意的就是 剪针的时候 斜口这里 斜头这里啊 不要拉得太松 因为拉得太松的话 斜头到时候它会有动 然后我们绕线 在下一个针目里面 我们又要剪针了 勾一个未完成的长针 然后再绕线 勾一个未完成的长针 然后我们三针 合并成一针 又剪掉一针 我们绕线 在下一个针目里面 勾正常的长针 我们就这样 隔一针 剪一针 看一下这里 这里是 一个剪针 一个长针 一个剪针 一个长针 然后下一针 又该勾剪针了 未完成的长针 然后再绕线 未完成的长针 然后合并 然后绕线 下一针里 勾正常的长针 这个针法 大家都掌握了 然后我就稍微 讲的那么快一点 然后下一针里 又是一个剪针 下令针里 是一个长针 大家就按照这个规律 一直勾 勾到记号扣 这边这个位置 停下来 就不用再剪针了 绕线 一个长针的剪针 然后到最后一针里 最后一针里 我们是一个 正常的长针 最后一针 是一个正常的长针 这个带线不太好带 好 正常的长针 勾好之后 我们这里剪针 就完成了 然后大家就一直 这样勾 勾到最后 倒数第二针 和第三针的位置 我们开始 再来勾一个 剪针